丹耕校园食农教育 用行动造就未来 高雄市农业局辅导12个国中 国小及幼儿园 结合高雄在地农与物产设计主题 请来农夫当老师上课 强化饮食 农业与教育的结合 让孩子在从小的过程参与 我们的续勤或者蔬果的 种植的参与的过程 同时我们也导入高雄市 近年辅导青年农民的一个成果 让青年农民担任的农民种植老师 为了让民众认识高雄食农教育的推行 农业局举办食农教育成果展 接轨联合国2030永续发展目标 培养学童食农素养和未来能力 这食物都是不容易的 所以要珍惜 所以也透过这里培养孩子 一个很好的健康的饮食习惯 从毛豆 施木鱼 白玉萝卜到凤梨 学习产地到餐桌的过程 在地物产也可以是最接地气 有趣的永续食农课程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Falter 来支付 понрав illumin�的标志 感谢今儿令和新 Act notion结束 投赞 订阅做elt 100 点赞 订阅 好